我未来另一半要回拉大提琴 也索然到 快拉小提琴也可以 不要稍微快点 回答问题 为什么一提我要娜娜 你这么紧张啊 喂 我要娜娜 好吧 我知道了 本节目由长得漂亮 不如穿的时尚 全宇宙最时尚的 剁手APPC 独家冠名播出 穿什么穿起来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 长得漂亮 更要穿的时尚 全宇宙最时尚的 剁手APPC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 偶像万万岁 大家好 我是李沙明子 最近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啊 像是智商 颜值 侦探 听到呢 这样的关键词 是会不自足地联想到 最近正在芒果TV热播的 自制综艺明星大侦探啦 那今天呢 又有两位大侦探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中 欢迎刘浩然 欢迎王鸥 哈喽 芒果TV的 王鸥们 大家好 我是王鸥 他是刘浩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浩然 他是王鸥 我发现你们俩 刚进来都聊上了 所以今天是搭档的形式 来玩这个游戏吗 其实不算搭档 我们两个应该算是 互相不见人的 因为王鸥已经是 第三次来录制这个 对不对 之前我好像看你说是 为了预防老年痴呆症 才来这个节目 来这个节目 你最大的兴趣点是什么 我不喜欢动脑子 但我希望自己能多动脑子 就老了不会老年痴呆 其实是因为想多动脑子 然后他们觉得 我演的角色都是很烧脑 然后很高智商的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 为我所用 对外宣称 此人已经叛变了 引发他们的除奸行动 所以就想来测测我本人的智商怎么样 那就 重点那是演的 那现实生活中的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要写些什么呢 这是经纪人吗 把艺人布部长杀了 那今天小鲜肉是第一次来这个明星大侦探 对 现在感觉如何 对自己有没有做什么准备 准备倒没有做 其实我来的原因其实和王王姐也差不多 所以也是因为我乡山演的《唐人街探》里的 对自己弄我了 也是一个高纸商对 然后就被拉过来了 但特别巧是我平时很喜欢玩当时傻 哇哦 哎那你玩这个能力高的话 那来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有优势的 但是我只只能跟可能 因为我平时都跟同学玩 无名言还好看 还是要看看队友是谁 但是如果和何老师他们在一起的话 我感觉应该会被死人认 就这么多搭档里面 如果要选一个最强大脑 你觉得会是谁 最强大脑 何老师 何老师为什么 其实萨老师也很棒 但是萨老师呢 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哈哈哈 不梗是吗 哈哈哈 你看到尸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看到尸体第一反应是 呼吸非常均匀 哈哈哈 面色 哈哈哈 导演后来问我说 你觉得在五个人里 你能排第几 我说我有很充分的信心 排前五名 哈哈哈 身上没有口袋吧 没有 我要搜身 我要搜身 啊 哈哈哈哈 看哪儿乱进去 哈哈哈哈 我基本上可以排除 我 白 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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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啊 如果要你选 你们更想当哪个 凶手 你想做凶手 对啊 我觉得凶手会比较有意思 因为你看他总共是五个人加一个侦探 嗯 侦探其实是和四个生下好人他们是一举 哦 就其实就是他们只是互相不知道身份 但其实他们是在一起的 嗯 但是凶手是一个要一打五 而且凶手可以撒谎 对凶手可以撒谎就很理想 所以就是爱上了这种可以伪装自己的感觉 是很有挑战的作品 那我演过伪装者的王 我怎么想呢 我不敢 啊 你不敢当凶手吗 对 我害怕 就是 就是你会浑身那个 蛤毛都会立起来 在一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整个会很紧张 很惶恐的 小心啊 我觉得他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状态了 对吧 我昨天我在看那个人物大纲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在谎 还有我呀 我嫌疑很大 好开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 明星大侦探之偶像万万岁的预演现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角色怀疑 我们的王欧跟刘花燃已经争吵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呢 在他们脑袋都想着要怎么样 去套对方的话的时候呢 我决定先套套他们的话 来上试探 两位明星大侦探这玩家 在限定时间内 完成碎碎制作的非常规不靠谱脑力事件 看两位中间谁才是我们 苦苦寻觅的博靴多彩的大侦探 燃烧吧 燃烧吧 火鸟 不得是小宇宙 哎呦我最怕这种了 别怕别怕 你就凭第一感觉来 我告诉你越想越容易被绕进去 怎么还有数学题啊 我的这是我的霸译 刘花燃好像很快呢 他是学生啊 我可以抄吗 我可以抄吗 你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已经还给老师了 鱼缸里有九条鸡鱼 走进去他死了两条 就是鱼缸里有九条鸡鱼 这笔会是什么什么意思啊 那不是一吗 同学注意不要加索节眼啊 这个电子工程师 这个时间更小的应该正好 对 他是个电子工程师啊 这明明是蒙的呀 好 14秒 2秒 1秒 好 结束 来 我们一大提一大提看啊 首先呢 我们这个第一题 走进一看 就是有九条鱼嘛 走进一看死了两条 还有九条 你们都打九条 因为鱼都在里面 对吧 哇 这个冲好狠啊 你看 纸字加一笔 那不就是纸字吗 对不对 纸字吗 加一笔不就冲吗 你写了什么 不懂 我也看不懂这什么字 就有这个字吗 没有没有这个插掉了 不不不 我可能不够博学多才 那个上面一个日 下面一个八 那是个字吗 反正我也不太看得懂 然后那个 北极熊 被打之后会变成什么 北极熊 北极熊 对了 然后呢 途中有几个女孩 我还很认真地 手里变十二个的感觉 但途中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我一看不对啊 是镜子 是什么 哪四个 你给大家画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 不对 两个 不对 两个 那这些人呢 他们长一样是几个意思呢 这是镜子嘛 你反应过来没有 好 来看下一题 下面这个刚刚被纠结了很久 首先狗是不是色盲 这个是是的 所以这道题目是对的 好 来看下一题 这道题目应该选错 因为它应该填六 你们看一下 如果爱对签轴 但是对签轴 反正我这题是懵的 好 来 这道题为什么 这道题目最伤脑的 这道题我算了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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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算 对 我知道这是键盘 我就是因为猜到这是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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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因为猜到 为啥呢 因为这种在键盘上的话 D和A就是挨到很近 而D和A其实就在键盘 你还记得呀 对 我还记得 哇塞 你居然记得这个 因为WASD是最常用的几个键 它就在左上角 WASD 它就在左上角 它就在左上角 WASD 第三排的第六个 你有料哎 太厉害的 哇塞 我是什么 我是猜的什么 ABCD里面没有什么 我看没有A 那就是A啊 最后呢我们明星大侦探的PK结果是 小鲜肉刘昊然同学 打了80分 恭喜他 WOW也很不错 打了60分 因为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等级 如果呢你打了0到30分 就是那天多吃点核桃了 那如果是30到60分 我们就已经是侦探的潜力股了 那如果60到100分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大侦探 所以说我根本不是军手吗 我是侦探吗 怎么可能 不过我觉得WOW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据说你好像第一次来 这个大侦探的时候 打了30分 不要提这个啊 接下来公布WOW的分数 WOW的分数是 30分 不能再提啊 这是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不对 对 不是很想让不为人知的一面 被大家知道 那你们就来挖挖自己朋友 不为人知的一面好不好 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叫做 我们到底在干嘛 你贴标签 又言又有智商的两位明星大子探们 竟在以下五花伴们的标签中 对您的好友做出选择 展示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人生不只有说翻就翻的船 还有说拆就拆的友谊 碎碎碎我可不是故意的哟 故意的哟 故意的哟 哇塞 我哪里敢说他们四个人的坏话 他们四个人的粉就不泡水泡淹死了 不会不会 对这个环节叫做你不了解他 觉得谁更切合这个标签 就贴到他脑门上 你们酝酿一下啊 321 Ready go 赶紧吧 不得罪人的都选走了 剩下几个得罪人的 我到时候也会逼你们贴上去的 这 这 这 没了 你可以从他本子上偷啊 你怎么选两个呀一个人 就是抢嘛对不对 没有了 好 好 加油 技能波也给我吧 好 好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 这个是我真的找不到给四声哥贴什么的 只能贴个七款颜 像我见到你第一眼开始 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所以佟丽娅是陈思诚的七款颜是吧 四声哥 鸭鸭姐呢是这样的 他们在时光中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 然后相互听取对方的意见 然后 有句话叫约良人 不不不 刘昊然你是不是帅 不是 我问他刚刚那个陈思诚是不是不是七款颜 他说不是 所以就是不是 叫做把他这个话直接解了啊 彤丽娅是陈思诚的七款颜是吧 不是 好 来下一个下一个 我保强 反正广呗 为什么是学霸 因为我高考的数学是保强多棒的复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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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高考数学还120 哦真的呀 哇好厉害呀 他帮你复习你考了120 对 后来能考150是吗 对对对 那刘昊然跟吴磊一起用了网影上年和英痴这件事是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唱歌都很难听 所以我们两个也都 真的吗唱一个唱一个干净的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在你家门口 哈哈哈哈 他唱第一句的时候我以为是别的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那个什么真真男子汉你来两句 我这有些词给你准备了 亲把心争成号角吹响 强劲目标召唤在前刀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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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看我看我看我 我我嗓子今天有点大眼我现在 哎 哈哈 嗓子说什么 哈哈哈哈 一车车号角吹响 向尽目标召唤在前方 韩影少年 真的假的 怪不得你那个那么熟键盘 没有但是我玩手游 我电脑已经放在那儿有半年没开机了 啊 我可能我跟吴磊我们两个还都玩一玩 好 那我最感兴趣的欧阳奶奶 呃哪鼻精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哪鼻是双子做AB行业 就可以自己跟自己打麻将的那种 你这么了解啊 你这么了解啊 哈哈哈哈 停 皇上 哈哈哈哈 还记得 大明虎盼的下鱼盒吗 这一只猪一鸟吗 还对人家小甜甜 今天就让人家演一只鸟 哈哈哈 我真的受够了 嗯 技能够 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哪鼻 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拉得很好 天哪 哈哈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们也看不下去了 我也看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嘿嘿嘿打提琴打提琴打提琴 喔 哎 ah 那鼻的弟弟叫欧阳弟弟现在在学小提琴也拉的很好听哦 哪鼻的弟弟 哪鼻的妹妹欧阳弟弟 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 哪鼻的妹妹叫欧阳弟弟 现在在学小婷 为什么一提问到娜娜 你这么紧张啊 也是大叔了 我嫂子非常好 来看一下 尽咚 小朋友 为什么 她其实没有那么老干部 那为什么是小朋友呢 她还是蛮新潮的 有的时候 她还是愿意接受一些新鲜事物的 比如说 手机应该怎么分享音乐的朋友圈 为什么胡哥是前世情人 胡哥不是我的前世情人 都恨不得是全中国女生的前世情人 那如果要是自己的前世情人 你会 也不错啊 她那么优秀 胡哥老公选了太太 就是全世界都喊她老公 你自己喜欢这一行吗 每次都问 就他们三你挑一个 其实这很难挑的 他们三能不能有个综合题 我还是比较 我真的没想问的 你自己挖的坑 那你自己选一个吧 就是没得选 你不选一个吗 是因为你的撩妹技能太高 对不对 所以你才是技能boy 我会的技能还蛮多的 比如说化妆技术啊 对 你那个眼线妆真的是自己画的 对啊 因为自己这样脸摸了二三十年了 你不可能 对吧 做完这个你不了解它的环节 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一个坑比一个坑深 我告诉你们下一个绝对不是坑吗 我们非常脆弱的 这一堵桥已经搭好了 然后呢 等会儿两位要轮流地 用这个可爱的小铲子 去把那个砖盘弄下去 而且边铲要边回答我的问题哦 我们的问题是快问快答 yes or no 你们输了要接受惩罚的啊 好 从浩然开始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小鲜肉 yes or no yes 王欧 如果不做演员了 我想成为时尚杂志主编 yes 比起哭戏 我更喜欢吻戏 浩然yes or no no 王欧的下一题 我喜欢声音好听的男生 yes or no yes yes 好 浩然请听题 我未来另一半要会拉大提 请yes or no 会拉大提 请yes or no 稍等 我们是一个非常 要少有快点 没问题 不一定 不一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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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要嫩嫩 喂 好吧 我知道了 开玩笑啊 来 下一题 我演好人没有存在感 yes or no no 我家里人同一大学期间可以谈恋爱yes or no 浩然 yes 如果男主持人还为我愿意演色界的谁吗 yes 如果女主持姜韦伟 我愿意演色界的谁吗 yes 梁朝伟吗 没说啊 不知道我怎么办 如果男主是梁朝伟 我愿意眼色的见 王文越色冷 好 比起下一篇 我更喜欢晴天一二三 刘海燃 我稍等 看顶哪个啊 反正就没什么可以顶着 是稍等还让我 这很好回答这个问题 不 我再看我要把这个 哪个弄下去 你现在拖我们时间嘛 对 我可以 可以 扶着那个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弄成这样已经很难了 我们来搜一下前面的图啊 还有那么难 首先 另一半要回来大提琴的这件事情 我说都不一定了 不一定了 说什么的 我干嘛 快拉小提琴也可以啊 是吧 有妹妹也行 有弟弟也行 对啊 对 也是的 肯定有一个嘛 对吧 不玩了 好可怜 小天生 欧姐姐 刚刚说喜欢声音好听的男生 嗯 举个例子呗 声音好听的人很多啊 你让我举什么 或者你就在那三位中选一个 声音最好听的也行 他们仨声音都好听 有没有最好听的呢 没有 没有最 因为都很好听 那那个色戒 我就是比较感兴趣了 就是两个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嘛 如果女主男主保持不变的话 愿意眼色戒 只要能跟涛威姐眼睛不息 我眼睛又无所谓 棒棒 没错 你会回答问题 所以刚刚呢 是你输了对不对 那我们要惩罚呢 对 那我们没有惩罚呢 有啊 我输了 比赛了 是不是人家惩罚呢 没有啊 好像有吧 对啊 你不知道啊 什么 哎 我们不是一起了吗 今天我们要录24个小时 因为现在我赢啊 我赢了 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啊 什么人 凶手 我们的惩罚非常有的爱 惩罚是什么 很适合你真的昊然 真的非常适合你 就是 这就是我们给你准备的 最碎念啊 而且就是 你的生杀大权要交给王国了 这是什么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后来啊 这是什么 您看到了吗 c 到了吗 切不到 就是 我们由 手上进去 c 这位 您请他过来 说出的 刘昊然时尚大变装 你被贴了以后 还要说台词呢 台词是 我本来就很喜欢 刘昊然的show time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这个节目了 我们友谊的小材 为什么说翻就翻 你看你说我这紧张的腰带都怂了 紧张的腰带都怂了 不要放人 不能愉快地录制了 我跟你说 直上时尚最直上 我本来就很胖 好了 谢谢两个人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大家就要结束了 偶像万万岁呢 是由长得漂亮 更要穿的时尚 全宇宙最时尚的剁手APP Z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 那我们的Z呢 也有大礼要送给大家 具体的获奖方式呢 关注偶像万万岁的官方微博就可以了 那请大家呢 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偶像万万岁 还有明星大健碳 感觉再见了 拜拜 我平时自己穿就是很简单 就是牛仔色啊 七岁的 但是我是以最简单的为主 因为我的个性还是相当简单的 去买一些其实生活中找不到的东西 在网上有很多APP里面就能找到 就是我们那个冠名商 那个C里面就有很多戴写的 服装风格的 不穿衣服 真地落本